在国外那个科尔斯啊 在批判那个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他就强调 他苏联马克思主义啊 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错了 他们理解的是什么呢 Hydrory materialism 就是他们理解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所以他是弄了唯物主义 那么就是说是把这个历史啊 作为一个形容词 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和这个相对的呢 还有一个自然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他是把它作为什么 两个领域 他说但是我认为的 就是说马克思的这个哲学 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是什么 是materialism of history 那就是说 它是关于研究历史的唯物主义 这讲的是什么 马克思不是说 我在各个领域里面 我的哲学在各个领域都展开研究 既研究自然界 也研究这个 呃 人类思维也研究这个历史 各个东西我都研究 不是一个研究领域的问题 他的这个哲学者 全部发现和他的核心 因为这个自然唯物主义在这个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重大发现 他的全部的对象 他所要建立的理性 他的思维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都是什么 都是of 关于历史的一个说明 所以呢建立历史理性 是马克思哲学的全部论物 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呃 所以这个西方马克思转向啊 他就是通过对这个词的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呢 他强调什么 就是马克思的 他的这个一个 呃 这个哲学的一个对象问题 马克思究竟哲学对象是什么 他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自己在神圣家属里面 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强调 就是我强调从个别的现实出发 不是要从个别走向逻辑的一般 如果我从个别走向逻辑的一般 他跟培根有什么区别 跟那个论识论的 这个理性论识有什么区别 那培根他经常管讲 很多归答法归答法 他归答到最后 不就是要找到一个一般吗 是吧 我们说那个天鹅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那么这是一个一般命题 是吧 从论识里面 他从归答里面 那么我归答法 就是波普说 正伟的 我只要找到一只 黑天鹅 那么你这个就推翻了 你就推翻了 就说那你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 那么这所有都是经验归答的问题 所以这个 到了这个休默就提出 这个经验归答的这个东西 能不能得到逻辑真理的问题 那么这是在论识里面探讨的 但是马克思强调什么 不是要从个别走向一般 就是走向一个抽象思维 沿着这个自然科学的思维走向一般 而是要从个别走向人的感性世界 他讲的是什么 我要走进这个历史的深处 走向历史的深处 所以就要发现 所以说既要发现这个感性世界 存在着的共同的规律的东西 就是找到历史规律的东西 你要发现这个世界当中 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差别 存在着的差别 所以这样呢 马克思就把自己的对象 通过这个方法论的颠倒 就提出了自己哲学的研究任务 提出了自己研究任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即使是哲学本身对逻辑的东西 范畴的东西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呢 也要从人们的生产活动 也要从人们的生产活动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关系中 找到他的现实的内容 研究他的历史发展 研究他的历史发展 就是哲学 就是马克思并不排斥 哲学要研究逻辑的问题 如果哲学不研究逻辑 仅仅说现实是什么 那它是什么 那它不是哲学 那可能是经济学 是法学 是具体的学科 而不是哲学 哲学的东西是一定要讲逻辑的 就是说它在讲 我从现实出发的时候 来研究个别的时候 它和其他学科 对现实的方式是不同的 它要以哲学的方式来说话 那么这个哲学的方式 什么 逻辑的方式 就是它要运用逻辑 视为要走向这个历史的深处 走向能不能的现实生活的这样一个深处 如果其他的学科是在描述这个世界 那么哲学呢 是在说出这个世界 是在说出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 所以马克思并不排除这个对逻辑的东西 如果以现实来排除逻辑 那就是把整个哲学给否定了 所以马克思并不排除这个逻辑 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逻辑的东西啊 也要从能不能的生产活动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关系当中 找到他的现实的内容 研究他的历史发展 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那种 从一般范畴 一般范畴出发的思维 是根本无用的 就是说你的出发点 如果仅仅讲一般 我天天在讲水果就是水果 水果就是水果 同意反复 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哲学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他说 因为怎么呢 用这种方法 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 这样一个规定的 他说马克思举的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 他的全部学问仅仅限于说 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 那么这个矿物学家呢 不过是他自己想象的矿物学家 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矿物学家 他说这种思辨的矿物学家 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 这是矿物 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所以就是不断的同意反复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活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的内容和丰富性 所以马克思就认为啊 他说这个哲学的逻辑研究呢 不是停留在逻辑的同意反复上 不能停留在一般而必须把它置于个别之中 就说这个一般作为个别之中的共同体的本质的东西 那么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通过个别而得到说明 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从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他在这个整个方法认上 他是反对这个演绎法的 反对演绎法 不仅在这个研究的对象上反对这个演绎方法 而且呢在这个逻辑的思维结构上 他也是反对演绎方法 反对演绎方法 但是他强调这个 我们在这儿强调了什么 他在强调这个演绎方法 反对演绎方法 强调这种经验的个别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要看他强调这个方法 他要说的是什么 他要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呢 要研究这个历史理性 要研究历史理性 而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理性 所以这样一个方法 那就是在探讨 一般和个别的这样一个关系上 如果说我们说马克思是颠倒了黑格尔哲学 仅仅用颠倒这个词 是不足以揭示他的内容的 不足以揭示马克思的这个方法认的内容的 因为在这样一个内容当中 别人很可能说 那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一般 是绝对精神 马克思出发点是现实 就完了 那么这个是不能说明 马克思方法认的实质的 而是马克思方法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转向 进行了一个哲学研究对象的转向 从把这个方法认的 从自然科学的方法 把它转换成这个历史主义的方法 或者说历史哲学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把这个研究对象 由对外部自然的这个研究 转向了 或者说对自然规律的研究 转向了对历史理性的发现 转向了对历史理性的发现 所以这样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透视进去的话 马克思讲的 那么他可以说是 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变革 那么我们理解的这个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马克思为什么从个体的现实为出发点 从这样我们就可以 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反思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前面讲的内容 我们讲到后来方法的时候 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这个内容 怎么样从这个个别的具体的 人类历史的前提开始 然后怎么进到对能 通过对人的活动的研究 进到对规律的认识 从规律走向世界历史的规律 世界历史规律 所以规律在马克思那儿 它也有一个什么 从民族的一般的 到一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个别到一般的 这样一个过程 一般的过程 所以我们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是作为一个专节来讲的 是吧 前面作为一个专节来讲 那么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整个 他的这个哲学的贡献 就从这个方法论里面 实际上就是他这样一个逻辑结构 也就是他的一个方法论的展现 方法论展现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他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个别与一般 和个别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就要理解了 他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 一个点单的 把这个出发点一转换了就完了 这是经过的一个 很艰巨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他对人类历史 包括对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实践的一个深入的研究 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一个结论 而这样一个结论 从他的思想史的过程来看 我们前面是从他的理论 这个逻辑的理论来看 那么从他的思想史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这个博士论文开始 提出这个哲学 就是说这个世界走向哲学 是吧 就是世界要哲学化 同时呢什么哲学要世界化 就是哲学要走向世界 走向人们的生活 走向人们的现实 然后实现了他对这个 市民社会的批判 对这个市民 对经济学的研究 那么对历史学的研究 这一系的研究 才得出了这样一个方法论问题 所以当马克思在神圣家属里面 提出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对黑格尔的思辨结构 进行清理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在哲学 在自身的思想史上 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革命 完成了这样一个革命 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了 这个哲学啊 应该研究什么 他自己的哲学 应该研究什么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所以马克思在这儿研究了 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在这个神圣家属里面 我们可能讲他的原理很多 比方说能民群众啊 是英雄啊 什么这个思维决定存在的关系 但是神圣家属里面提出来 最重要的啊 就是他的一个方法论论问题 他这个思维方式的变革啊 可以说是马克思在这一个时期 这个写神圣家属 和那个写神圣家属 他们特别注意这个方法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什么 当我方法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哲学思维 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哲学研究当中 提炼出了他的这一个 心得哲学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说完成了自我 完成了哲学的一个自我批判 完成了哲学的自我批判 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哲学 你任何一个哲学家 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方法认的话 他是不能形成自己的生长点 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来的 建立起自己哲学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神圣家属里面 如果从他思想史来说 在神圣家属里面 通过方法认证研究 他完成了自身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自我反思 就是说形成了真正的 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政治哲学 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 一般和个别的方法以外 还有一个呢 是哲学史的方法 哲学史的方法 这个哲学史的方法 我们说哲学啊 和其他的学科不同啊 我们说你这个哲学 你这个观点 它能不能成立 它是不是科学的 它不是说完全和实践相联系 我当时的实践能够检验出来的 也许你当时实践检验出来的 在后面你不一定是正确的 它有很多巧合什么东西 但是哲学史 它有这个哲学 有一种方法 就是它自身还有一个尺度 除了这个实践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思想史的检验 是一种思想史的检验 就是说它要说明这个哲学史 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它建立哲学史是说什么 我们现在的哲学 总是从前史的哲学里面 产生出来的 就是说你是有这个哲学 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哲学本身的 这个面对现实的问题 另外一个还有是哲学史上的问题 哲学史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研究这个哲学呢 不仅要讲这个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个研究 对象是什么的问题 还要讲你这个研究的 它的根据从哪来的 根据从哪来的 那么如何看待哲学史的发展 看待哲学的发展 或者说如何书写这个哲学史 同样有一个方法的问题 有一个方法问题 在这个哲学史上呢 我们说了啊 黑格尔是哲学史的创立人 在黑格尔之前 哲学史呢 被看作是一种资料的一个 一个堆砌啊 一个史料的一个 就是说进行的是一个 史料的整理的工作 但是黑格尔呢 为什么说哲学史这么学科 是他创立的 他就首先提出来 哲学史是哲学 就是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他把这个哲学史啊 当作这个哲学来研究 所以从这个以后呢 能不能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变了 不是说仅仅哲学 讲一个现实的问题什么 而是说什么 你要讲哲学史上的问题 哲学史有一种连续性 有一种连续性和规范性 黑格尔虽然提出了这个概念 但是呢 我们说哲学史同时 也是发展的学科 也是发展学科 所以说这个黑格尔 他讲哲学史 只能讲到他为止 只能讲到他为止 但是在黑格尔以后 就是哲学 也就是说黑格尔之后 是这个西方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 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呢 发展出来很多的 这个新的哲学形态 新的哲学形态 那么这样一种形态呢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是没有的 而且也是 不能在他的这个哲学史的 范式里面太阔进去的 所以在这个黑格尔以后啊 这个哲学史呢 人们又重新提出 他的书写办事问题 比方说文德尔班就提出来 不能按照这个逻辑的方式来书写 而是应该按文化哲学的方法 来进行书写 强调呢哲学史是个别 哲学史个别 就说这个哲学史 不是一个一般的 辩认法的概念的一个演绎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各民族的 比方说欧洲各民族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创造过程 所以哲学史是会有中断的 就是有间断性的 有时代性的 而不是一个仅仅的 一个逻辑的过程 那么罗素呢 也探讨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史 所以哲学史这名学科呢 也是发展的 那么马克思在那样一个时代 也就是在经历了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转变的时代 可以说马克思就在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他在这个历史 他的历史主义方法里面呢 也包含了对哲学史的一个思考 也包含对哲学史的思考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哲学史的研究 从总体上呢 就是要求结合各民族的文化特色 历史的分析各种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揭示不同哲学形态 各自所具有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差异 和他们之间的差异 那么具体的呢 这个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说分析哲学 与各民族的历史状况的关系 就是说马克思啊 就是在这个研究方法上 他首先强调 就是说如果说要描述这个各民族的文化特点 强调他的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呢 马克思说 那么你首先要分 要他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就要分析哲学和各民族历史状况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要结合这个各民族的背景 分析他的这个哲学产生 在马克思看来 他说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 他的哲学的形成 及其所采取的不同形态 都是由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决定的 有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决定的 马克思以18世纪的法国维吾主义的发展为例 来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说啊 他说法国维吾主义哲学呢 是法国历史批判的产物 就是说他认为啊 他说法国维吾主义哲学 是法国历史批判的产物 他分析了法国维吾主义哲学 产生的三个因素 他说当时这个 为什么会形成法国维吾主义哲学呢 它是和当时法国的三个因素相关的 一个呢 是反对现成制度的 政治制度的斗争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需要 再一个呢 是反对现成宗教和神学的斗争 再一个呢 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 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 特别是反对迪卡尔 马勒波朗士 斯宾诺莎和莱布利子的 形而上学的 公开而宣明的斗争 就是他指出啊 他说由于这三个因素决定 所以呢 法国的维吾主义 产生了两个派别 一个 一派是起源于迪卡尔 一派起源于洛克 那么这个 起源于洛克呢 他说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评价了 这是也是神神家族里面了 对法国战斗维吾主义的批判 这一节 这一节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神神家族 虽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写的 但是他们在每一个章节哪一个部分是谁写的 是著名的 在后面著名的 这一章 这一节是马克思写的 那个是恩格斯写的 他不是说我以这种合作的方式啊 不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商量式的 所以你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 而是他在后面已经著名了 哪一个部分是哪一个写的 这一个部分呢 刚好就是批判战斗 法国战斗的维吾主义 是马克思写的 所以我们就是有充分的根据说 这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马克思讲的 就是说起源于洛克的派别呢 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 他直接导向社会主义 前一派是机械维吾主义 他成为真正法国自然科学的产物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 马克思强调 蒂卡尔是什么 自然科学的方法 是吧 自然科学方法 而后一个方法 洛克就是经验的方法呢 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 这一派导向社会主义 他们讲的是什么 这一派强调的 刚好是对人们的生活实践的研究 所以在法国哲学 真正起到这样一个思想变革作用 使哲学发生了一个转向 或者说体现这个法国哲学精神的 18世纪的法国哲学精神的 刚好就是提出了 这样一个对生活实践研究 也就是导向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派别 所以他认为他说 法国唯物主义继承蒂卡尔的学说呢 主要是发展蒂卡尔的物理学当中 有关唯物主义的思想 就是他们继承了什么 那么法国唯物主义 接受洛克的学说呢 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 能够从理论上否定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体系 能够说明当时生活实践的哲学 能够说明当时生活实践的哲学 所以我们在强调说 马克思为什么他在这个批判当中 强调这个历史主义方法 个别和一般的方法 我们说他实现的哲学真正的转向 不是没有根据的 而是他在这个 对法国战斗唯物主义的批判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是 就是他所理解的启蒙精神是什么 启蒙哲学的精神是什么 是他自己理解的这样一个 自己的一个理解 所以他就说是要说明当时生活实践的哲学 所以他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一个民族的哲学家 继承什么哲学 选择其他民族的哪些哲学思想 建立什么哲学 都是由该民族的历史状况决定的 就说哲学家总是要解决 他们所面对本民族的时代任务 要解决他本民族啊 所要提出来的这个时代任务 而来建立自己的哲学 所以实际上马克在这儿就提出了 时代的哲学啊 它不是一个空的东西 不是空的东西 它是每一个民族的哲学家创造的 而且解决的是该民族的 这个所提出的一个时代问题上 所形成的 这是马克的这个第一个思想啊 第一个思想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方法呢 他就强调要研究文化传统和各民族的哲学表达方式 研究文化传统和各民族的哲学表达方式 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了 他说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精华 它的表达方式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心理结构文化特质 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 在其发展过程当中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 就是一个民族啊 它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 但是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它的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 它以这个德国哲学为例 就是说德国哲学啊 它就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 那么德国资产阶级的可以说是 从一个弱小到强盛 发展到弱小到强盛 那么在政治上呢 也就由和贵族相妥协 发展到了进行公开的夺取政权的斗争 那么和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德国呢就相继产生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和菲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就是说黑格尔的这个 那么这两种哲学 可以说他们虽然是 这个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同 但是呢都是以抽象思维的形式 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马克思就特别说 他说黑格尔是以抽象的思变的方式 实现了绝对精神的运动 而菲尔巴哈呢 也不过是为思变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 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就说实际上 就说黑格尔菲尔巴哈 也是以思变的方式来表达了 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所以这个强调这个哲学的思变呢 可以说是德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德国哲学特点 所以马克思有时候经常就是想 就是说他自己强调自己的这个哲学 不仅有这个德国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同时也融合了这个法国和英国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他有时候经常想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德国的哲学 为什么不能够以像法国这样 法国哲学那样 就是说以经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就是他经常强调这样一个问题 后来梅林也在说 其实梅林还在这个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说为什么这个德国哲学 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表述方式呢 当然马克思在这儿强调了一个 民族哲学的一个方式问题 不同民族有自己哲学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如果前面是一个内容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哲学思维的形式问题